好,再想回家上节课内容啊,上节课讲什么来着 上节课讲的是矿石收音机,是吧,矿石收音机 矿石收音机什么样呢,哎,我们看一下这就这样,是吧 这个呢,有电容,是吧,这块有这个电杆 还有什么呢,哎,线圈,线圈绕,这是电杆,是吧,绕的线圈 然后装那盒子里面可以调,有几档,是吧,电容呢 就它也能调,这能调的这个电容,电杆呢 它可以选档位 那么如果是高频信号呢,这个这个高频啊,它的容抗就比较小 它就这么走了 如果是低频呢,感抗比较小,是不是就这么走了 不高不低的怎么走,走这儿,这叫什么呀 这说矿石收音机,矿石收音机,矿石在哪呢,哎,就在这儿呢 是哪呢,是这个位置,是吧,这个位置,哎,有那么一个,哎,绕绕绕绕绕绕的 这么一个顶到这个矿石上,单向导电性,是不是,哎,单向导电性 干什么用呢,整流用的,什么叫整流啊,整流就是说 把交流的信号,整成直流,哎,整流 当然,矿石收音机是整个时代的一个开端 后来呢,就进入到电子管时代了 什么叫电子管呢,或者真空管呢,哎,谁发明的呢 我们还是从头说起,去哪儿,去哪儿呢 这回,上次说的是这个英国的殖民地 这回来到了英国的,就是英国本身 英国本身呀,有这么一个地方 叫做兰开夏郡,啊,Lancaster 有这么一个Lancaster 他呢,是这个Flaming,叫Flaming 1849年出生,啊,那时候呢 艾迪生两岁,啊,就跟基本上 比艾迪生稍微小一点 那时候的兰开夏呢,还是一片田园风光 是吧,你甭说兰开夏了 就北京在这个 十二十年之前 其实这个二环以外 还是一片田园风光,是吧 这个这个,就是这样 变化太快,那么他的父亲呢 是公理会的牧师 他的母亲也信教 总共有七个孩子 啊,Flaming呢,是老大 大哥,啊,就喜欢 喜欢什么,喜欢爬山 还喜欢爬山,还喜欢画水彩画 十岁的时候开始上学 上的就是一私立学校 最喜欢的课程是什么呢 最喜欢课程是地理 为什么喜欢地理啊 哎,知道知道怎么爬山,是吧 去哪儿有山啊,哎,好爬去 所以学的进步呢 他去了一个地儿,去哪儿呢 就是这个地方 叫什么地儿呢 University College School 啊,这个用今天的翻译方法 没法翻译了,是吧 这个叫这个大学学院学校 那不是,应该是什么呢 通用学院 学校 反正总而言之,赢得有点怪,是吧 唯一伦敦 大概就相当于什么呢 就相当于12岁到18岁 我们上的这个中学是 他有点偏科 哎,比较爱上数学方面 不喜欢 我们叫语文 他们叫这个古文叫拉丁文啊 古文拉丁文 哎,以前那个谁 不是也不喜欢拉丁文吗 Maxwell 是吧 不喜欢拉丁文 可是人家呢,喜欢这个苏格兰师哥 是吧 苏格兰师哥 这个Flaming啊 他就跟这个不太一样 就跟Maxwell不一样 动手 哎,就是要要要做做东西玩 啊 他小时候就想做一个工程师 有一个自己的工作间啊 这个自己搞点什么东西什么的 是吧 当时的工程师全是硬件工程师 是吧 哎,没有写代码的工程师 他他做什么呢 一般来说也没有这种电的东西 就是电都属于很很先进的东西啊 他做的一些都是这个机械的东西 比如说船的模型啊 发动机啊 哎,这个当然都是气的发动机 而且那时候没有 就是那种那种气泵也没有 是吧 应该是用烧油的气泵 烧油的气泵 哎,有气扑扑扑 就跟那蒸汽冒蒸汽似的 然后就让这东西动起来 这不就成 成一个蒸汽机了吗 还做什么呢 照相机 早年间啊 这照相机没有卖照相机的 照相机厂商 柯达 哎,没有 全是怎么着 全是自己做照相机 做完照相机 哎,有有有有这材料 材料可能就是这个照片的材料 可以能能买 但是他就要自己充印 自己扩大 放大照片 所以早年间的摄影爱好者呢 其实都是有点像这个 极客的感觉似的 哎,他又喜欢爬山 照相呢 也也行 他就成为成为他这个一生 一生都很很很喜欢这个爱好啊 一生都喜欢摄影啊 爬山啊 当年培训一个工程师是一笔很大的费用啊 很大的费用 就是比较费钱 他爸有七个孩子 家庭条件 经济条件不是特别好 他进入某种半工半毒的状态 其实也是挺好的 对他其实是一种磨炼 是吧 磨炼 这个钻石怎么形成的 高温高压才能形成 是吧 人生如果一上了一帆风车的话 后边也没什么后劲了 为什么男孩子要穷 穷着痒 是吧 顽固子弟 是吧 顽固子弟 这个这个 你要你要放着痒 这这就 到时候就就没啥处 是吧 没啥处 艰难 艰难困苦 你适应了 挺过来了 哎 以后你就有更大的能力 是吧 带着镣铐你都能起舞了 那你这个镣铐 你就更自由了 是吧 这种办公 办读的状态 正好让他知道 自己到底需要学些什么 要不然去要学也是学 是吧 听老师讲课 哎 一头雾水 也不知道咋回事 他都知道现在要学什么了 这就挺重要的 当时他的数学老师呢 叫摩根 摩根 哎 我们后来就知道 这摩根定律啊 什么的是吧 研究数学的 不关数学 研究数学里的逻辑 哎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真命题啊 假命题啊 哎 这个这个 他们而且的关系啊 或者的关系啊 这个这个 我们如果说到数字电路的部分 其实这这就很重要 哎 很重要 给他打下一个很很重要的基础 很重要技术 他物理老师叫什么呢 叫做 Carrie Foster 福斯特 哎 有这么一个电桥叫什么电桥呢 福斯特电桥 一说电桥 我们其实就想到谁了呢 以前有这么一位 是吧 Vstone Vstone 做这么一个电桥 还有印象吗 哎 Vstone电桥 但是呢 他这个福斯特电桥呢 其实是Vstone电桥的一个变种 什么叫变种呢 哎 就是变化的东西 变化的东西 比如说 能不能说 人是猴子的一种变种呢 哎 这这说起来有点怪异 但有点就这意思 是吧 就这意思 那么就像电脑病毒似的 电脑病毒 有说这种类型的病毒的这个变种 或者操作系统 他也有变种 是吧 编程语言也有变种 哎 这个变种很有意思 从电路的时候就开始了 或者说从有生命的那一天就开始了 生命他总是在变 是吧 总是在变 那他这个新电桥长啥样呢 长这样 是吧 XY是需要比较的电阻 而PQ呢 是近似于相等的电阻 这样呢 就等于找到了这个 这个等分点 是吧 如果说这个 这个D 这个G啊 他正好是在正中心的话 那就正好XY就相等 如果说不平衡的话 哎 就可以调这位置 是吧 这块 调这位置 看到到底再把他们左右交换 哎 到底这个这个长度是多少 这个长度多少 这样就可以算出相应的关系 计算出XY相应的值了 对吧 XY相应的值了 这个福斯斯尔呢 给他打了很好的这个 呃 物理的基础 电吗 电的研究电 那么这个摩根呢 打下很好的数学基础 总而言之 他打下了很好的数学跟物理基础之后 他决定去选择什么呢 选择学习化学 去哪学呢 南安普顿的皇家科学院 后来的帝国学院 帝国学院 研究的虽然说是化学 但其实就是福特电堆 是吧 福特电堆开始走上了很正式的电学之路 电学之路 这我们后来知道这个 这块基本是奔着物理的方向走的电学 是吧 学着学着呢 他就没钱了 哎 这就叫flaming flaming 我们的这回的主人公 真空管的发明人啊 真空老是发明人 那么没钱怎么办 去这个 这个打工去 去哪呢 Chatham College 打打工去 这个Chatham 他去这Chatham College打工 一年呢 能挣400磅 后来呢 又去了罗素中学 是吧 罗素中学 也是也是去工作 他这个科学研究呢 主要方向就是跟着麦克斯维学 是吧 麦克斯维那会儿在剑桥 只能远程的联系 远程联系 但是当他挣到400磅的时候 27岁 辞掉了工作 就一年前到手了 年薪到手了 重新回到学校 成为一个学生 那么他呢 是麦克斯维的这个铁钢粉丝 也承认 麦克斯维的这个课不容易理解 是吧 麦克斯维那以前苏格兰师 是吧 苏格兰师 说话呢 就挺诗意 是吧 什么叫诗意呢 哎就是说这个你的你的眼睛好像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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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空中的星星 哎 你的脸呢 好像一个大苹果一样 是吧 哎 这个这这种这种说话方式呢 不像这公式 是吧 你看那个摩根 是吧 写公式 就不是不是数学家 也不是科科工程师 啊 总而言之就是暗喻的方式 不是比较东方的这种表达方式啊 不不 或者说说是让人很比较容易难理解的啊 比较大方式 但是虽然他们一个是诗人一个是工程师对话起来有难度 但是呢 弗雷明坚持下来了 坚持下来了 很多时候啊 这个就弗雷明一个学生 麦克斯维呢 一个老师 一对一培训的老师 有时候还有一个美国来的研究生 是吧 美国美国来专门研究这个的学生 1879年 麦克斯维尔的最后一年 他的健康明显恶化了 但是他仍然坚持给学生授课 弗雷明在化学物理领域取得了第一啊 就是说他麦克斯维所有学院里取得第一 是吧 因为什么呢 因为除了那美国美国美国研究生之外 就他一个人在这学呢 是吧 他再次毕业 这回呢 他在大这个剑桥大学做了一个机械呃演示和机械工程师 有点像做教剧的这样的感觉 后来又去了诺丁汉大学 一年左右从大学里辞职出来了 38岁 第一次结婚 妻子呢 是一个律师的女儿 这是flaming 后来呢 他去了爱迪生公司做一个electrition electrition 就是说是一个电力工程师吧 或者说是给一个照明交流电系统 做系统分析的架构式 就是你 你得有发电装置 你有这个送电装置 你有用电装置 整个这个这个流程 怎么个输入怎么输出 最后跑起来 哎 好使啊 用今天的话叫架构师 是吧 这挺复杂的 挺复杂的 当然 当然他有基础啊 原来做点小轮船 做点小气 这个这个叫蒸汽机什么的 哎 能够用用用用用能量去推动机器转转起来之后产生电产生电之后再发出来照照亮灯是吧 这这一套挺熟的 后来呢 他回到的中学就是他上的中学啊成为电这个学科的首席 但是呢 这个中学根本没有电这个学科就是他等于是从零开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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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发现学校呢 只能给提供黑板和粉笔你要买点设备也没有钱哎 你不能成天拿拿拿拿粉笔在这个黑板上画着空着讲啊是吧啊 后来呢 他就决定去大学去大学里边他他他所在大学他大学呢正好得到了John Peter John Peter的专注啊总共五千磅五千磅这状状先生状先生是谁呢 状先生是干什么的呢 他做海底光缆的也研究无线技术 也研究无线技术 后来Flaming因为他在英国而马克尼公司其实是无线技术 在英国的这样一个主要的拓荒者 他呢就成为了马克尼公司的咨询人 其实从爱迪生阶段已经跳已经走到马克尼的这个阶段 1904年他发明了一个真空的整流器 当时他我们知道真空整流器的意思就是把交流变成直流 是吧 而且是真空的 真空妙有啊 他到底有什么用呢 肯定是整流用 嗯 为什么 就是说当时也没有什么整流器这个名词他管他叫什么呢 叫震荡伐门 震荡伐门 也就是说还是从机械里面借一些概念 是吧 这个是个什么情况呢 其实还是要从一些效应说起 效应说起 说这块有这么一个板子 板子呢 他正常就这么搁着 是吧 如果天热的话 说这boss上次咱讲boss说同样一块金属 他热的时候跟冷的时候他状态就不一样 就跟夏天的你跟冬天的你是同一个人吗 你你如果在暖气边上或者你在炉子边上是不是就比较活跃一些 哎 你要如果特别冷的话 你就 比较比较比较木讷一些 是吧 木木那啊 反正反正就木一些是吧 给给给动傻了 动捏了 这意思 那包括夏天 为什么同样都是夏夏天的你和冬天的你 为什么夏天的犯罪率就高一些 不是偶然的是吧 热他就容易躁动 容易冲动 容易犯错误 如果这个这个金属的板子 他他有 热的话 这些电子也不是那么安分手起了 怎么样让他热起来啊 烧他呗 就是烧这个金属 跟打铁似的 烧着金属 烧着金属就发现金属表面有什么呢 有这个电子 蹭就冒出好多好多各种各样的电子 如果这个时候给他加电压 这是电池 是吧 给他负极这块 加电压 那那他是不是有电子啊 那电子 就过来了 就过来了 那么是不是就形成了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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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电性啊 一个导电性 那么如果说你在这边烧他呢 烧他因为这个因为这边这电子出来之后能够被他吸过来 这就比较容易 这就比较容易 如果你知道他这边是出来了之后这边还是负电 就同性相斥嘛 哎 所以就不容易过来 是这么一个意思 那是不是形成了单向导电性啊 正着可以走过来 反正呢 过不来 谁发现这个呢 老熟人 谁啊 爱迪生 爱迪生 哪年发现的 早了 这早了 1883年 我们看这这些电路图啊 这是一些电路图 那么爱迪生呢 这个虽然是1883年发现的 但是要从1877年说起 爱迪生啊 当时就研究这灯泡 他发现有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灯丝用的时间太短了 太短了 怎么办呢 他说是不是这个铜线本身不不不经用啊 那如果说我在灯泡里面另外注一根铜线 如果说这灯丝里边啊 另外注一根铜线会不会延长这个阻止这个碳丝的蒸发 而且能够延长灯泡的数寿命呢 反复实验之后 灯丝虽然仍然会蒸发 但是呢 就发现一个神奇的现象 就是这个铜线之间有微弱的电流 就这是那个灯丝 这给他加一条铜线 并且加一些电压之后 这里边有电流了 当时呢 爱迪生很敏感 他觉得这肯定是一个新发明 他申请了专利 叫什么呢 叫爱迪生效应 后来就不再研究了 因为他忙着赚钱去了 这个这个其实是挺遗憾的一个事 我们看一下这个当时的这个灯泡啊 当时灯泡的原理什么的 这是闷漏泡 是吧 闷漏泡 很细的一个丝 是吧 碳丝 后来用竹纤维 是吧 给他窝 窝好了之后 然后现场用这个吹 吹的方式 去做这个灯泡的管子 防止这个碳丝蒸发 风装的方法 风装的方法 大胡子工程师 可以用他的胡子 就有有这个灯泡 有这灯泡 那么这个就是最早做灯泡的方法 后来有很多很多方式都用这个玻璃管 比如说这个后来的阴急射线管 其实这个东西 它也就是从阴急发射出来的射线 对吧 哎 这个包括X光啊 霓虹灯啊 什么基本都差不多 是吧 基本都差不多 都是从这个灯泡 这个最开始的原理 这块引起来的 灯泡呢 真的亮起来很像 很像那种火光一样 就是我 我们 我们我们火 其实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好处 能够吃熟食了 而且呢 也对人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们随着科技的进步 科技在使人类的生活更加先进 但同时呢 也 改造着人类本身 是吧 改造 今天你让我是生鱼还可以 让我是生肉 可能我这瘦 瘦不太了了 瘦不太了 那么都得煮一煮 是吧 都得煮一煮 你还记得 我们的祖先最开始看到火的时候 感受火的时候 这感受吗 一个火炬 无法形容它 仿佛就是一个发热的太阳 是吧 一个一个太阳 太阳在我的手里 太阳可以这样挥舞 能够发光 能够发热 点燃其他东西 还可以生出小太阳 是吧 这个灯其实最开始也是一种感觉 可以可以可以亮 可以亮的很神奇的 高科技的产物 当然了 爱迪生当时就比较忙 是吧 比较忙 赚钱 赚钱 他呢 对自己其实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 他说什么呢 说的是黄金是凯撒的一种遗迹 而利润呢 是撒旦的发明 是撒旦的发明 要有这样一个敏感性 敏感性 要知道这个 看得尽量的更远一些吧 现在看得尽量更远一些 那么爱迪生其实是一个很值得尊敬的前辈啊 很多值得尊敬的前辈 当然了 这个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 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 这个原理基本就是这样 有一个阳极连着电池的正极呗 有一个阴极 阴极发射火 不发射阴极射线 是吧 阴极射线 当然那时候还不叫 那时候就叫阴极射线 后来汤姆逊啊 卢瑟福啊 他们研究这个原子 原子核电子什么之后就改名了 叫什么呢叫电子素电子素 这管呢 因为它很热 所以叫热管吧 或者叫热阀门 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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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东西 这样的东西 长什么样呢 长成这样 是吧 长成这样 这个上面呢有一揪 上面有一揪 为什么吹这个 吹这个玻璃瓶 其实它会吹出这么一个东西来 今天我们拿那个什么塑料瓶啊 喝那种一次性的饮料的塑料瓶 也会在你把这瓶翻过来 在那底下也可以看到有这么一个啾啾 是吧 那个就是它这个塑料材料 浸料口 有模具 是吧 有模具 加工出来的 但是那种一次性的 最好不要用它来揭开水 反复的用它揭开水 肯定不好啊 尽量用一些比较好的这个东西 因为你喝进去的就成为你本身了 是吧 你成为你本身 包括这个地球 其实我们都需要非常好的保护 非常好的保护 因为这是我们唯一的家园了 刚才说的这个阴极啊 就是这个灯瓷做的 你看这就是阴极 它热啊 这灯瓷它为什么热啊 因为它这个火 它就热啊 因为它火就热 那么怎么怎么热呢 我们看一下 这就是这个 从阴极 这电子啊 从阴极流到阳极 它流的过程中 它为什么能够发光 为什么能够发热 除了这电子的运动之外 它这电子盒的怎么样 也在做这个热运动 达到黄的状态 甚至达到白智灯啊 白智的状态 白又发光 又发亮 又发热 是吧 哎 这个就是它热的这个原因 那么它有了这个热的能量之后呢 就可以 它本身就热了 相当于你拿一东西烧它了 烧它之后就可以 往这个让这个电子啊 往这个阳极的方向走了 往阳极方向走了 这不是阴极吗 它热了之后 哗 就就就等于是发热到阳极上 这样就有电流了 那阳极呢 因为它它它本身不是很热 它不会把电子发热回来 是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刚才说这阴极呢 就是灯丝本身 是吧 灯丝本身它就热 直接它就热了 所以叫直热 如果说还有这么一个灯丝 专门在旁边负责加热这阴极呢 就叫旁热的旁热的 这里边呢 是灯丝 灯丝 外边紧在这一圈是什么 是阴极 在外面一大圈是什么 是阳极 是阳极 这是一些银角 专门有负责加热的 热了之后 从这发射电子素 给给这个阳极 是吧 给他给这阳极 电子素就过去了 是吧 直热的旁热的 旁热的这个长什么样呢 是这样 这是那灯丝 是吧 这整个的管子 这这相当于管角 四个角 是吧 这是那阴极 这是那阳极 阴极呢 就是他电子多 阳极呢 给他正电一个吸引 哎 早拽过来 电子就过来了 是这么一过程 对吧 是这么一过程 根据这个基本原理 早期的 还就比较比较原始呢 这么一个一个装置 是吧 而且最好呢 希望真空的 为什么需要真空的呢 他这里边真空的呢 他这个电子就行动就更自如一些 哎 这也叫真空管子 也叫电子的管子 也叫热的管子 或者热阀之类的东西 热阀之类的东西 电路图就这样了 这块给他一个电压 让这个灯啊 热起来 热起来之后呢 这是旁热式的 旁热 旁边有一灯磁吗 给这个阴极加热 阴极加热之后 这个电子多了 这阳极这边一吸引走 这就亮起来了 是吧 亮起来了 那么如果说他要整流的话呢 我们以前说过 把交流的信号整成直流 整成直流 为什么要整成直流呢 他反复的翻来覆去 翻来覆去折腾 他就容易反应不过来 而且特别高频的话 反应不过来 怎么办呢 整成直流之后 是不是就好好弄一点 那怎么整成直流呢 我们看看仿真吧 首先看到这个仿真之后呢 我们研究一下这个结构 是吧 这是什么 这是灯丝 它是直热式的 对吧 直热直接加热 加热之后呢 就就过来了 过来之后呢 他这块有这么一个 这个交流的电 这块呢 就是来回来去 来回来去翻转这个电压 而他呢 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电阻 是一个电阻 这就是说 这个电阻两端的电压 如果说没有这一套东西的话 他应该是折腾来 折腾去 折腾来 折腾去 折腾来 折腾去 反复折腾的 但如果有了这个东西 能不能就把这个单向导电性实现呢 哎 我们看看 就是只能往 电子只能往这个方向走 那电流呢 就只能往这个方向走 就是如果说整个的话 那电流能够往这个方向走 对吧 应该应该是这样的 对吧 电子呢 哎 他就得往这个方向走 往这个方向走 这个这个装置就是为了 为了这个 好几宝室呢 走起来 我们注意红颜色是谁啊 是这个交流的信号 对吧 交流的信号 这个交流的信号呢 他就实现了 实现了 那么这个蓝颜色呢 是这个 就是相当于 他那那半周啊 不走 不好使 发现了吗 是不是不好使 就是他走不过去 你要你要说 再听一下 就是说你你给他 如果说他这个是来不来去的吗 如果说这个是正 这个是负的话 那么 那么 这个他就不好使吗 他加热之后 这边这边有 有负电 这块是电子 那么那么他就不好使 他就他就 不这么流动 不这么流动 是吧 不这么流动 但如果说反过来呢 这边是负 这边是正呢 这边有电子 那么异性相吸 刚才是同性相质 现在异性相吸 那么就吸过去了 电子吸过去了 电子就这么绕起圈来了呗 那电流呢 电流就这么着绕起圈来了呗 电流就这么着绕起圈来了呗 是不是这样 如果说 如果说 在这 再加这么一个东西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一个电容 电容有什么用 我们看一下效果呗 是消风填骨 对不对 消风填骨 当然这 现在这个电容 基本上是零 等于没有一样 是吧 没有一样 如果把它的电容 这样呢 改变一点 它是减缓电压的变化 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 逐渐逐渐往直流的方向里整啊 对吧 这它逐渐逐渐就在往直流的方向整 是吧 整到 整到 整到这样 如果说电容特别大的话 有可能是近乎一条直线 这样是不是就相对来说直流化了 于于刚才是什么呀 刚才是一个一个一个的那样了啊 那样的哎 这是什么真空管的整流真空管整流 当然后来这些东西就逐渐被做成了一种标准化的器件了是吧 马普尼公司把就是把交流电转成直流电的基础原件就直接用了是吧 直接用哎 它基本上也是这么一个结构也是这么一个结构 哎 整流用整流是吧 整流 整把交流整成直流是吧 而且呢 还有很多这种大功率的整流管比人脑袋还大是吧 比人脑袋还大 非常非常大个 整流管 那么你怎么才能去找到这些相应的信息呀 比如说我们加一关键字就可以 因为这些东西大多数用的范围比较少了 搜什么呢 搜他的型号你要仿真也好 你要你要用也好 搜的型号 然后搜什么呢 搜这个文档或者手册 英文的文章手册怎么说呢 叫data sheet 你搜之后呢 就可以搜到搜到有一个网站还比较好的 叫all data sheet 手册大全之类的 all data sheet.com 哎 在这块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我也找到了刚才我仿真的那个 那个电子管的文档 我们来看 这个呢 就是这个文档 是吧 就是我们刚才用那个那个那个型号啊 那么 5伏2安培啊 AC 就是这样的 这是他的封装 这是他的 就是说你如果把它安装到一个设备上面 他的大小啊 什么的 这种东西都很大 都很大 一般来说呢 这个是有一些风风风值 就是你最猛最猛 能有多大呢 这个他的电压是 多少 是吧 这这这这这这个是一般工作电压 还有风值的反向电压 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个这样的东西 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 把这个 这灯司是吧 灯司 你你给他这块是加 这 负电 但是这块是加正电 但是他期间期间的电压 如果说是一千一千四百伏了 一千四百伏了之后 他仍然就是他虽然有这个阻力 但是呢 他还是能够这样流动过去 哎 硬顶着过去 硬顶着过去 就是最最大的反向电压 是吧 一些一些极限值啊 什么的 还有这个常规的工作状态 你可以就是使用 就是他应该是工作在什么状态 应该是工作什么状态 这个是一些一些相应的数据跟图片 是吧 一些相应的数据跟图片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个电子管相应的一些手册的巡查方法 现在电子管用的比较少了 在什么领域呢 在比如说在这种电力电子里边有的时候用 因为他需要功率很大 而另一方面呢 就是这个高保真的音响 他没有晶体管那种畸变 这是非常好的这种 说的是三级管了 可能下次我们讲是吧 我们下次讲 这个他叫胆机 我们叫胆机啊 胆机在这个网站上有一些关于胆机的这个一些一些介绍 有一些介绍 那么福雷明呢 他其实这个提出了功率因素这么一个概念 而且他在二战的时期呢 对于这个通信技术啊 雷达技术有很很大的贡献 是英国人啊 他为这个就是英国二战胜利 积累积累了很多重要因素 肯雷明 工作到77岁 从学校退休 仍然活跃着 仍然是一个咨询人 仍然是这个 他为后来的这个这个 除了无线电报之外 后来的广播呀 电视工业呀 这个服务着 服务着 很厉害 后来一直活到了96岁啊 我做到96岁 那么这个二级管 他当时造的这个二级管呢 就是叫什么呢 叫做二级管 二级管 那么和词根什么呢 和这个double很像 多 多 这个这个韩文里面管这个叫多 是吧 叫多 就是 就是二的意思 二的意思 那么比一个多可能就是多 是吧 这个其实 很多语言 我们也有一些共性 很多语言都有一些共性 比如说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小孩子 都管妈妈叫妈妈 管爸爸叫爸爸 是吧 疑问句的时候都使用声调 你说是吗 那那那你疑问的时候 肯定要使用声调了 是吧 你说是吗 或者说是吗 那肯定又不是疑问句 那为什么所有语言都用声调来表示疑问呢 是吧 就应该有一种通用的语言 是吧 通用的语言 包括了这种什么拉丁 中文呀 繁文呀 东北亚的语言呀 都是从这个语言 原始语言变种来的 不断的进化演化出来的 那话说回来 这个 这个全称应该叫什么呢 当时他们管这个东西叫做有两个电极的真空的整流器 啊 这是 也说了 他他有几个电极了 是吧 阴极阳极 阴极呢 就是放电子的 怎么放电子呢 让他热 直接直接烧 那就是直接热 专门有个灯丝烧 他就是旁边弱是吧 旁边弱 那为什么要烧他呢 要整流 什么叫整流呢 把交流点变成直流 后来逐渐逐渐就简化简化简化再简化 就是晶体管中的二极管 或者说后来的一种二极管的基本形态 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了一个原形状态 从而有后来的发展 这次呢 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再见